有問題我寧願縮一二角我不理 如果很大問題才找手語翻譯 因為找手語翻譯很難 她的外表和正常人沒有分別 不過她要和外界溝通 就比正常人難得多 38歲的英造天生相以失聰 要靠手語和外界溝通 這天ANGEL代表龍人和一班失明人士開會 討論各區的無障礙設施 機構一般都會安排手語翻譯員幫她 但開會初期翻譯未到 ANGEL就完全參與不到 後來有翻譯ANGEL才可以加入討論 開會之後ANGEL去到旺角一間中醫診所看病 沒有翻譯只可以靠紙筆和醫師溝通 雖然她大學畢業但經常都不明白醫師的意思 不知大辯不太暢通 如果有手語翻譯幫我解釋 就算寫給我都不明白 都不知甚麼意思 我都問手語翻譯這個字是甚麼意思 解釋了我就明白了 我明白了 只看那些字我其實都不知甚麼意思 朋友之間、同齊、親人 對我們的教導都用聲音去教 農人從小到成長 對聲音的吸收已經沒有了 所以對他的字詞都不理解 他一個在農人中學畢業 他的認知程度都是小學 四年級、五年級 甚至乎畢業 翻譯員對農人這麼重要 但根據政府統計處2013年的數字 全港十五萬五千二百人有聽覺困難 但註冊的手語翻譯員只有不夠十個 或許大家會覺得農人日常可以用手語 純讀或寫字與人溝通 但現實是當涉及法律的問題 要上庭、去警署等 就一定要有官方認可的翻譯員幫忙 我試過去醫院 想要請手語翻譯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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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一個小時 我坐在這裡等 想要手語翻譯 他說很忙 遲些遲兩個小時才來得 嘩 要等很久 又是等 甚麼都是等 政府一直揚言 要將香港建設成無障礙城市 但對於一班聽覺有困難的人 當局連他們最基本的需要都未照顧到 原來翻譯完的考核制度出了問題 下一集我們會詳細探討 東網電視記者陳偉三不道 你在一起 靠近 你們 在我身邊 在我身邊 在我身邊